主要的原因怎么了 鼓它是它并没有音高 而且它没有办法打出和弦 鼓手不能像钢琴手一样 在上面叮叮叮叮几个音 然后就写出了美丽的旋律 也不能像吉他手弹几个和弦 哼出了旋律 或者是构思出了它的这个作品 鼓手它的历程 要从一个纯粹为演出型的鼓手 到创作性的鼓手 这个历程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路途 结局发展至今 的确有成立自己的乐团 有自己的作品的鼓手并不多 相对的比较少 比如说我们回溯到很久以前 有一个曾经是Duke Ellington的鼓手 Louis Belton 他自己后来也创立了自己的乐团 Alvin Jones当然也有 Paul Motion等等这些大师 到后来比较近期的 有Brian Blade Fellowship Henry Scott Antonio Sanchez Nate Smith等等 他们在自己的这个音乐表演生涯里面 都写了很多的作品 也有自己的乐团 去将自己的音乐呢 这个让它变成一个有型的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东西 以至于呢发展自己的音乐风格 那么今天的第一个演出团体 是日本鼓手版本建制 Takeshi Sakamoto 个人创作的project 那么他的这个团名呢叫做TSOP TSOP代表的就是 Takeshi Sakamoto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鼓手的名字 Original Project 原创的一个乐团 Takeshi追求自己的演奏方式 还有自己的音乐 来将Traditional Jazz 传统的爵士 结合Modern Jazz 现代爵士 Mail Soul Funk 甚至于呢这个Post Rock 等等 呈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音乐风格 长期居住在日本台湾两地的Takeshi呢 这次聚集了他在台湾的音乐之音 一起带来他们的TSOP Band的作品 今天的这个之音们呢 包含我们的上司风手杨晓恩老师 钢琴手曾正义老师 吉他手李士军老师 以及音音大提琴谢仲瀚老师 现在就请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 Takeshi Sakamoto TSOP Band veil 风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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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